欢迎来到我们平定天下节目 今日新闻概述如下 首先飞天茅台价格大跌 创下年内新低从三个月前的2980元 平跌至如今的2345元平 业内人士认为 供需错配和白酒消费意愿下滑是主要原因 然而茅台公司的业绩却未受影响 第一季度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18.04% 其次光伏行业巨头龙基绿能股价暴跌近八成 从历史最高价72.55元跌至16.25元 尽管技术上取得突破 但产能过剩 利润下降 以及争议不断使其股价持续下跌 最后人民币贬值换出口战略启动 5月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至7.26元 央行放宽干预 允许人民币适度贬值以促进出口 然而 内需不足仍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 居民消费能力亟待提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网易飞天茅台大跌击穿2350元平 飞天茅台的价格下跌引起了广泛关注 6月11日拼多多百亿补贴活动中 53度500毫升飞天茅台售价为2345元平 创年内新低 不仅是电商平台 批发市场的价格也在下跌 原箱价格降至2715元平 散飞价格降至2445元平 三个月前 原箱价格为2980元平 散飞为2705元平 业内人士认为 供需错配和白酒消费意愿下降是主要原因 然而 贵州茅台的业绩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2024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464.85亿元 同比增长18.04% 净利润为240.65亿元 同比增长15.73% 尽管价格下跌 茅台的业绩仍然亮眼 特别是在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476.94亿元 净利润747.34亿元 均有显著增长 4月份 飞天茅台价格已经开始出现恐慌性下跌 部分地方的散平茅台酒回收价从2620元平下跌至2450元平 白酒分析师指出 淡季和库存过多导致了市场恐慌性下跌 6月13日 贵州茅台股价继续下跌 报收1555.01元美股 网易 茅者几系列 乌漏遭业雨 光浮茅龙基绿能股价跌近八成 在2024年度上海SNEC展会上 龙基绿能宣布其金龟 钙态矿碟层太阳电池取得重大突破 光电转换效率高达34.6% 然而 其股价在6月14日创下调整 新低16.25元 相比历史最高价72.55元 跌幅达77.6% 龙基绿能成立于2000年 曾是全球最大的单金龟产品制造商 市值一度突破5000亿元 近期 龙基绿能发布发债公告 计划发债100亿元 同时将理财金额提高到300亿元 此举引发市场质疑 股民认为其应该用闲置资金回购股票 而非发债融资 龙基绿能解释称 留存资金用于日常生产经营 发债用于新技术产能建设 然而 股价连续下跌 市场反应不佳 龙基绿能一季度净利润罕见亏损 营业收入176.74亿元 同比下滑37.59% 净利润亏损23.5亿元 产品滞留海关 存货资产 减值等问题导致业绩下滑 2023年 龙基绿能还被卷入裁员风波 裁员人数可能超过1万人 控股股东李春安因内幕交易被罚款50万元 进一步影响股价 光伏行业整体走势不佳 龙基绿能股价自2022年7月以来一路下跌 累计跌幅77.6% 市值蒸发超4000亿元 网易新情况 高层对人民币的态度180度转弯 5月初 人民币对美元从7.16贬值到7.26 央行却未采取干预措施 反而有意引导人民币适度贬值 离岸市场人民币变多 香港的一个月期人民币利率 由原来的30代降至二打头 此举可能是为了推进人民币贬值换出口战略 5月CPI和PPI数据公布 内需依然不足 产能利用率击穿2016年新低 内销不行转向外销 通过贸易改道和人民币适度贬值来增加出口 人民币贬值鼓励出口商出口更多商品 赚取汇率差价 然而 这只是缓解内需不足的暂时措施 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内需不足是核心问题 解决办法是将更多收入转移到家庭 增强消费需求 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指出 中国陷入消费困境 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增强消费需求 然而当前政策更倾向于掌控生产 人民币贬值换出口只能缓解阵痛 关键问题在于内需不足 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和向消费倾斜来解决 网易的报道中 玛丽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饰演 弯仔码头水饺品牌创始人张建和 预告片中五句台词展现了她五种不同的情绪 清晰地表现出人物的心境变化 张建和出到香港时遇到求职碰壁 出贪被威胁等困难 但她从未低头最终成就了传奇 影片由刘伟强导演 玛丽领贤主演 惠英红朱亚文友情特别出演 王祖兰 薛凯奇 谢天华等加盟 该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 讲述了张建和如何在逆境中崛起 成为水饺皇后的感人故事 腾讯的报道中 于正作为制片人的古装剧 墨语云间一开播便引发了强烈讨论 众多90后 女演员撑起了该剧的颜值担当 吴锦岩在剧中重新找回存在感 李梦饰演的风批长公主表现出色 刘歇宁 杨超越等女团选手 也在剧中有惊艳表现 80后女星如张雨起 张萌等 也在剧中有精彩客串 70后女星陈乔恩 则以反派后妈形象获得好评 董璇状态依旧惊人 和女儿小酒窝一起参演 00后新生代如艾米 赵晴等也在剧中展露头角 展现出青出于蓝的潜力 网易的另一篇文章讲述了 日本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中西黄华 对中国传统穿剧变脸的热爱 她五岁时被变脸艺术吸引 从此便寻师傅学习这门技艺 虽然穿剧变脸 记忆不轻易传人 但她坚持不懈地联系各地师傅 最终在小学二年级暑假时 找到日本九州一个团队负责人拜师学艺 中西黄华不仅学习变脸 还学习了少林拳法 并在中文演讲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她将参加日本赛区比赛 希望通过展示变脸艺术 中文演讲和文化素养感动更多的人 网易 6月13日 大地流彩 汉墨东港首届全国农民化邀请展 在日照市东港区盛大开幕 吸引了来自全国19个省市的知名农民化 家和爱好者们 山东省农民书画美术研究会 与东港区人民政府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 决定将全国农民化邀请展 长期落户日照市东港区 本次展览展示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305幅农民化作品 并特邀新疆麦盖提县委 宣传部选送的11幅作品参展 活动旨在通过农民化这一媒介 促进省内外画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推动中国农民化的发展和繁荣 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日照市作为全国三大农民化乡之一 正致力于将农民化发展为乡村富民产业 活动期间 与会人员参观了多个日照农民化创作和产业发展点 展览将持续至6月28日 市民和游客可前往东港区档案馆参观 腾讯近期苹果公司在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发布了Apple Intelligence 标志着全球科技巨头在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上的竞赛进入新阶段 中国在这条赛道上也不甘落后 百模大战持续进行 中国目前拥有至少130种人工智能大模型 占全球总数的40% 仅次于美国 然而许多公司尚未找到可行的商业模式 产品同质化严重 面临研发投入与盈利能力之间的矛盾 市场竞争白热化 企业纷纷降价 导致盈利困难 北京邮电大学的刘伟认为 激烈竞争有助于技术进步 但也可能带来资源浪费和市场波动 前海开源基金的杨德龙指出 投资机构已经开始精挑细选 青睐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 未来产业将经历优胜劣汰的过程 企业需要不断创新和优化 才能在市场中立足 网易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科技巨头百度 腾讯和字节跳动 正竞箱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AI开发虚拟陪伴应用 百度推出小侃星球 腾讯的阅文集团发布 《助梦岛》字节跳动推出猫箱 这些应用通过模拟人类互动 为用户提供独具个性的数字朋友 自从OpenAI推出Chat GPT以来 虚拟陪伴应用成为热门潮流 特别是在孤独感驱使下 AI陪伴应用的市场需求激增 这些应用程序通过情感层面的互动 显著提升了用户体验和忠诚度 目前中国市场由小兵公司主导 其次是阿里巴巴支持的 MiniMax推出的星野 而猫箱也在快速增长 分析人士认为 新兴产品有望抢占市场头把交椅 虚拟陪伴应用的前景广阔 日本日经亚洲评论报道 尽管华盛顿对中国无人机进行打压 美国的警察和急救人员 仍然依赖中国制造的大疆无人机 肯塔基州哈丁县的治安官 特拉维斯·库克表示 大疆无人机已经成为 他们不可或缺的工具 用于追踪罪犯和处理紧急情况 尽管美国国会推出了法案试图 禁止使用中国无人机 但许多地方公共安全机构 仍然用当地预算购买这些设备 因为他们的性价比 远高于美国制造的无人机 数据显示 中国无人机占据了美国 急救无人机市场的92% 即使加征关税 这些无人机依然更便宜更优质 日本神户新闻网站报道 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中学生 中西黄华自五岁起 便被川剧变脸艺术深深吸引 为了学习这项技艺 他不懈努力 最终在九州找到了一位 愿意教授他的师父 中西黄华不仅学习了变脸 还掌握了少林拳法 并在小学三年级时 参加了全日本中文演讲比赛 取得了优异成绩 他将在本月15日 首次挑战日本赛区比赛 争取获得在中国举办的大赛入场券 中西黄华表示 他希望通过表演和演讲 感动更多的人 并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上官新闻报道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成功完成了长征10号 系列运载火箭的一子 及动力系统试车 这标志着该火箭 以全面进入大型地面 试验研制的阶段 长征10号火箭是 为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研制的 新一代火箭 具有重复使用功能 能够执行空间站航天员 及货物运输任务 本次试车过程中 发动机各项参数测试正常 验证了增压输送系统 与发动机的匹配性 推进剂加注流程等技术 专家表示 接下来将开展第二次试车工作 为载人月球探测工程奠定 坚实基础 网易 刚刚过去的2023年 AI大模型几乎席卷了 全球创投圈 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一抹亮色 微软的Copilot 谷歌的Bard等生成是 AI产品纷纷问世 而国内企业如商汤 美图 百度等也不甘落后 2024年即将过半 AI界即将迎来 新一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一些企业已经迫不及待地 抢发新品 6月12日 港股上市企业美图公司 一口气发布了6款产品 涵盖商业摄影 口播视频 电商设计 设计服务 游戏营销 视频生成等多个领域 美图公司董事长 吴兴红在发布会上表示 AI工作流正在颠覆 传统工作流 尤其是在影像与设计行业 AI是推动创新 和提升效率的重要力量 相比传统工作流 AI工作流具备五大优势 云家端的算力融合 一个人就是一支团队 轻松选创意 工作流可任意规划 基于数据模型自迭代 美图公司全球VIP会员数 创下历史新高 达1063万 AI工作流正在颠覆 传统工作流 成为影像与设计行业的 重要力量 网易 走进山东周广盛 木雕有限公司 一阵阵木箱扑鼻而来 公司负责人周广盛 手中的木头 在一刀一刀的雕刻中 被赋予了崭新的生命 周广盛木雕成立于2016年 传承了近300年的 周氏木匠世家传统 专注于梳妆用品 木制实用品 及木雕工艺品的研发制作 周广盛的父亲 是一名木工手艺人 改革开放后 开了一家木工小作坊 但因经营不善倒闭 周广盛意识到 要想做好这一行 不仅要懂技术 还要懂经营 他到外地学习雕刻十年 练就了炉火纯青的记忆 但他心中 始终有一个强烈的愿望 通过创业 让传统木雕 焕发出新的生机 2009年 周广盛回到 嘉祥县着手创业 嘉祥农商银行 给予了70万元贷款支持 周广盛开创了 精雕梳妆用品新类目 将中国传统文化 和梳子相结合 产品销往全国 及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嘉祥农商银行 立足辖内 非遗产业发展 推出了多种金融产品 支持非遗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 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忙易 618本该是大促的狂欢 到东方甄选这里 却演变成了历劫 618刚开场 东方甄选直播兼音 风格突变上了热搜 余敏红 董宇辉 因为对于东方甄选 和直播带货的消极言论 紧随其后 一场新的舆论危机袭来 余敏红在直播中 自嘲东方甄选的运营情况 表示 东方甄选 现在做的乱七八糟 引起公众关注 并影响股价 董宇辉也坦言 自己非常抗拒卖东西 每天需要吃安眠药 来帮助睡眠 这些言论引发了市场的担忧 东方甄选 股价大跌超过20% 余敏红和董宇辉 合体直播的消息传来 山西型首日 GMV超过6000万元 带货榜日榜排名第一 东方甄选的商业模式 并没有给投资者足够的安全感 其自营产品和直播电商 GMV大部分来自抖音平台 存在渠道依赖 东方甄选 需要在战略规划 成本控制 供应链管理 品牌建设等多方面深度布局 以寻找流量之外的空间 但这需要时间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Broadcasters paint the scene World events on our screen Every link a different theme Words collide in the stream Six degrees connect the dots Background stories more than ours Hear the voices rise a lot Treffling mills in every spot Cultures clash across the globe Spin the threads in a strobe Every story wears a robe Truth and lies in their code Journalists dig real deep Secrets out, they don't sleep Every angle they will keep In the news we take a leap New perspectives day by day Heading truths come to play In the background shades of gray Every story finds its way Trip Slate In the backgroun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